教授突然拿起讲台上的一支茶杯砸到了墙上 接着说 你看你们脸上刚刚的表情就是真的 说话的时候眼睛向下看 尴尬 直视对方的眼睛说话 撒谎 眼睛看向一边 手指向另一边 正在飞速的边晃眼 身体完全跟不上脑子 揉鼻子 想隐瞒 尤其是男人 鼻子里有海绵体 时间来到1965年 一个心理学家拿着美国国防部的经费 来到了新几类亚 他叫做保罗·艾克曼 还记得我们前面的故事 在新几类亚发现软病毒的那个盖度谢克吗 保罗来拜访盖度谢克 盖度谢克给了保罗三万多米长的胶卷录像 保罗用了六个星期看完所有录像 这里面全是原始部落的日常生活 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一评一笑都记录在里面 保罗得出了结论 这些原始人虽然还处在石器时代 他们的语言非常简单 甚至连数数都不会 但是他们脸上的表情 肢体的语言 完全和所有现代人相通 这些原始人甚至可以不用语言 只用眼神 脸色和动作 就表达出非常复杂的意思 接下来的三点钟 保罗跟着部落的长老 学会了如何捕捉对方 眉毛的细节变化 原来 仅仅通过眉毛的细微动作 就能够传达出极其丰富的语言信息 更神奇的是 这些语言 无法说谎 当保罗还在丛林里学习眉毛语的时候 另一位心理学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七三十八五十五定律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日常交往中 传递信息 语言 只占百分之七 语气 语调 占百分之三十八 肢体动作 情绪等等 占百分之五十五 结合到现实生活中来想想 好像真的是这样的 有什么误会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两顿 有什么深邃的含义是一个表情包解决不了的 为什么谈生意 必须千里迢迢 面对面沟通至少七次以上 这都是因为 人类真实的内心不在语言当中 而在眉目 眼色 眼神 和肢体动作当中 别撒谎 你的微表情语言会出卖你 现在这门学科叫做应激微反应 被广泛的运用在国防行政反恐和反间谍上 大约每一千个人当中 就有三个人是真相误师 他们天生就懂得微表情的语言 1970年代 保罗从原始部落回到美国 他跟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讲了自己的理论 人脸上有43块肌肉 可以组合出一万多种表情 其中至少有3000多种是具有语言意义的 这些语言无法说谎 但是 人在正常情况下 每10分钟的谈话 至少要说三次谎 眉目间的微表情只持续五分之一秒 甚至十五分之一秒 想要捕捉分析判断这些微表情 非常困难 但是真相误师 他们天生就拥有捕捉这些微表情的超能力 接下来的20年中 国防部让保罗执行了误师计划 主要包括三件事 第一 在各行各业中测试了两万人 从中发现了50名真相误师 第二 开发了一套面部动作编码系统和培训系统 第三 帮国防部培训了一千多名 具有读心能力的警探和特工 听起来很玄 但保罗的事迹 在2009年的时候 被改编成了美剧 别对我说谎 嫌犯坐在FBI的审讯室当中 已经坐了四个小时 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FBI确定他在某个教堂里埋下了炸弹 但是他们就是没办法撬开他的嘴 让他说出藏炸弹的地方 接着 一个教授坐到了嫌犯面前 没有逼供 没有误证 教授只问了三个问题 甚至不需要嫌犯回答 五分钟以后 教授准确地判断出来了 安放炸弹的位置 教授的第一个问题是 FBI在两座教堂里 正在搜查你的炸弹 你是藏在那里了吗 嫌犯没有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 那就让FBI换个地方 去查查四郊的小教堂 嫌犯依旧面无表情 第三个问题 那就让FBI去搜搜 罗顿那边的小教堂 你看怎么样 嫌犯依旧没有作答 走出审讯室 教授跟FBI说 炸弹就在罗顿的教堂里 事后 教授跟警探们 分享自己的读清方法 他说 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嫌犯脸上出现了 难以察觉的微笑 不到五分之一秒 这说明 他心里很高兴 FBI找错了地方 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嫌犯非常轻微地 损了一下肩 这是不自信的表现 说明 这个时候 他害怕FBI去市郊搜查 第三个问题 嫌犯脸上露出了 极其微小 挤鼻子的表情 这是厌恶的表现 说明教授猜对了 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警探问 审讯的时候 有些家伙表情浮夸 那怎么知道 他哪个表情是真的 哪个表情是假的呢 教授突然拿起 讲台上的一支 茶杯砸到了墙上 接着说 你看 你们脸上 刚刚的表情就是真的 任何超过一秒钟的表情 都是假的 微表情 转瞬即逝 来自内心 无法说谎 这就是微表情 读心书的工作原理 真相 巫师们通过不断的 色问 观察 记录 分析 你的微表情 就能直接读懂 你的内心 真实想法 眉毛往中间一挤 内心恐惧 眉毛上扬 下额张开 表示内心惊讶 眉毛朝下往中间挤 上眼瞼抬高 内心充满暴力 手扶住眉骨 羞愧 整条眉毛向上扬 明知故问 整条眉毛倾斜 伤感 眼角没有皱纹 假笑 说话的时候 眼睛向下看 尴尬 直视对方的眼睛说话 撒谎 眼睛看向一边 手指向另一边 正在飞速的边晃眼 身体完全跟不上闹子 揉眼睛 不情愿 不眨眼 虚情假意 快速眨眼 正在隐瞒 移开眼神 回避 睁大眼睛 紧张 意外 眼神飘忽 羞愧 鼻子煽动 生气 揉鼻子 想隐瞒 尤其是男人 鼻子里有海绵体 明嘴 没信心 摇嘴唇 紧张 戳手 心虚 单肩手 不自信 拨脖子 准备说谎 功倍 正在说谎 语言和行动不同步 再装 握手时 手又冷又硬 说明不想和你谈 想逃避 把手收回身前 对你设防 刚刚编好的故事和瞎话 是没法倒数一遍的 不加思索的回答 突如其来的问题 一定是谎话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 任何事情都是需要回想的 不可能立即作答 除非是事先准备好的谎话 比如你去做头发了 不我没有 不愿意提起某个人的名字 用那个家伙 那个人来代替 这是在逃避 有引擎 突然对你很客气 是不准备合作了 一锤子买卖 突然对你很严厉 是不怕得罪你 准备长期合作 比如想验证 自己有没有被虑 可以让对方 先正着说一遍 昨天晚上 你不在家的时候 他都干了些啥 然后再倒着说一遍 说不出来 那就赶紧和他 聊聊绿色的植物 绿色的乌龟 如果他把手扶住了眉头 这是内心羞愧的表现 继续聊聊 你怀疑的那个出轨对象 通常当事人会名嘴 会不愿意提起 那个人的名字 会用一些那个人啥的 来唐善 这是紧张 正在隐瞒的表现 当年克林顿 被问到莱温司机的问题时 就都是用那个女人来代替的 结果后来果然有问题 如果上面每一条都中了 赶紧握住你对象的手 如果又冷又硬 同时 他说话的语气也变得客气 那么恭喜你 昨天晚上的事情 你多半是猜对了 回到故事中 真相巫师 就是这么工作的 他们比普通人 更加会查研观色和布置问题 所以他们掌握了这门上古读心术 但是全世界各地的警察局当中 正在有无数的案件被审理着 更何况很多突发情况 是需要在街头必须立刻处理的 1970年代 保罗发现了上面这个上古读心术以后 大家都觉得 真相巫师虽然靠谱 但是数量太少 运作模式太复杂 不具有可大规模运用的实际条件 可能正是这个原因 让白泽从山海经中消失了 当年康熙皇帝的智囊和保罗一样 为康熙皇帝从白泽的故事中 发现了这套上古读心术 这个发现让康熙皇帝很为难 方法是好方法 但是效率不高 无法大规模运用 那既然这样 就索性把白泽删掉 让这个上古读心术 成为皇家专属 秘密流传 秘密实用 但是技术发展到今天 我们突然都能看懂白泽的故事了 皇帝九鼎 这个监视天下 读懂人心的上古神器 不就是真相巫师 加上AI人工智能吗 三年以前 火车站还得靠人工来核验身份 但是现在全国的火车站 都靠机器刷脸了 人脸识别 AI已经超越了人类 那如果把数据量再扩大 AI同样可以在情绪识别上 超越人类 更进一步 匹配上真相巫师的算法 AI同样可以在 谎言识别上超越人类 以后我们人人身边 都站着一个真相巫师 谎言将被终结 我们又将回到 上古君子的样子 仁义道德 君臣父子 翁良功奸让 这不是科幻 2007年的时候 保罗教授就为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设计出一个项目 名叫旅客筛查观察法 训练安监人员和辅助设备 迅速识别出女客身上的数十种可疑迹象 调查嫌疑人将犯罪扼杀在萌芽状态 今年2月 一篇Nature新闻当中说 硅谷的一家公司通过某种算法 让AI学习了700万张人脸以后 能够识别100多种情绪 准确率高达90% 在这当中还有一个细节 那就是AI和人类识别情绪的时候 模式是不同的 AI更像是真相巫师 他们只需要一帧画面 也就是二十四分之一秒 就能准确判断出波动的微表情 微情绪 如果将这个波动反映在图表上 再配合一些常见的问题去布置 那AI再被训练成真相巫师 真的就只差一点点了 也许在未来新世界当中 AI就是各种天神 皇帝就是AI的人间代理人 而我们都是没有谎言的谦谦君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